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是接受疫苗混打了 不过台湾的专家会议呢 也已经同意开放AZ疫苗混打MRNA疫苗 但是什么时候开放呢 就还得看疫苗到货量来决定 而免疫学权威张南基就建议了 面对变种病毒要打第三剂疫苗 那国产的高端或者是联雅 也许就可以放在第三剂使用 ECIP最近通过疫苗可以混打的共识 目前初步考量第一到三类的接种对象 第二剂间隔八周以上可以混打MRNA疫苗 也就是说永林和台积电购买的BNT疫苗 若是最快九月可以到货的话 民众在九月有机会可以混打AZ加BNT疫苗 越来越多国家接受疫苗混打策略 英国牛津大学在刺鸽针发表的研究显示 当中将830位50岁以上受试者 分成四组接种两剂疫苗 结果发现BNT加BNT的中和抗体效价 是14080最高 其次是先打AZ后打BNT 再来是BNT加AZ的组合 而都打AZ的中和抗体效价 只有1392是最低的 目前初步的一些数据 一些平常试验的结果出来 因为那些都还在 有一天比较完成的 就是AZ加BNT的 那看起来效果是不错 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想第一个 不管对AZ或对莫德纳 本身有比较不好的反应 比较强烈的不良反应 目前第一个就可以混打了 比如说打到AZ之后 不良反应好像严重的 也有通报到不良中心 然后证实是 那可能下次再打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 换另外一个新的产品 AZIP委员之一的黄玉成表示 台湾核实开放混打 还是要看疫苗到货量状况 而以目前国际研究来看 腺病毒载体疫苗 加mRNA疫苗 是保护力强大的疫苗组合 免疫学权威张南希就认为 混打还可以减少副作用 像我们最近有很多人打Modernal 就会对那个PG2000过敏 所以你假如说 第一次打Modernal就过敏 我建议你赶快下次 你还是想要打 打mRNA疫苗的话 你就应该要用FICE或BNT来打 那就会越过它的副作用 混打根本是免疫学 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你要做一个很单一高效价的抗体的话 你永远要换你的左剂 你的腹剂 对吧 或者说你的载体 张南希认为打第三剂才有机会终身免疫 而且面对像是Delta变种病毒 打第三剂是难以避免 所以他建议 第一剂可以打AZ或是科兴 第二剂打莫德纳或辉瑞 第三剂换次蛋白 可打Novavax或高端联雅 前两剂以国际疫苗为主 第三剂可以用国产 有效性跟安全性坚固 也能让国产疫苗就定位 而之前WHO说的不建议混打 医生认为 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WHO比较保守的原因 就是说当初呢 做这个莫德纳 或是当初用这个所谓的DZ的时候呢 在第三期也都看不到所谓的血栓 也都看不到所谓的心肌液 他要打了上百万人以后呢 这个血栓跟心肌液呢 你才会发现说 真的有些增加这样子 我讲对永远是最慢讲的人 看到最后数据的人 他是做出来的决定是最稳健的嘛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我讲说 你要跟你这个国家的疫情 来做一个全核嘛 对付新冠病毒得考量疫苗采购布局 疫苗到货速度 混买混打临床应用 多元的应变计划和超前部署的评估 才有可能把疫情稳住 TVBS新闻 可顺从王一杰台北不到 相信有不少民众已经开始在观望解封后的海外旅游了 最想去的第一名国家也出炉 只是说开放可没有这么容易 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 一系之间几乎全球跨境都喊咖 在封锁期间伴随而来的是旅行禁令 各国隔离进入境等规定 无法自由旅行已经超过一年多 眼看疫苗覆盖率逐步提升 疫情稍缓之际 出国旅游似乎不再遥远 根据交通部统计 台湾出国人次每年都在提升 从2015年1300万一路爬 到2019年人数已经到达1710万人次 只是全球疫情爆发 这数字瞬间被归零 累积好久的旅游魂 最想飞去的地方是这里 在台湾面临困难的时候 日本伸出了援手 大方捐赠了百万剂的疫苗 加深台日友好 毫不意外的台湾民众出国首选地 日本一压倒性的六成四 成为最想要去的国家 本来我们去日本的人数 就是说国最多嘛 对不对 但加上日本送我们疫苗 这样的一个好感受 让国人觉得要回馈 因为这样的心理也处长了这些 想要去日本的旅游客呢 也增加了很多 再者就是说 日本离我们又很近 他的这个景点就开发的非常多元 然后他的这个游程啦 体验啦 包装啦 他也非常会宣传 老人小孩也非常适合一起旅行 甚至他的这个 他先天就是有汉字啊 那甚至很多地方都有繁体中文 很多这样子贴心的安排 就让很多台湾游客是 觉得非常的友善 仙境之安加上友善环境 观光发达旅游资讯也很详尽 加上文化底蕴的深厚 飞行距离也很OK 以过半比例 日本称霸榜首 台湾民众第二名想去的国家 也是临近的韩国 来到百分之二十七 新加坡位居第三 美国及泰国则紧跟在后 只是想了老半天 究竟何时才能成行呢 只要你有打满两剂的疫苗 超过十四天 你问上去哪里 其实我们不会担忧你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泡泡的旅游 然后你又有个泡泡的隔离里面 然后你的追踪也在那个泡泡安全里面 其实这种泡泡才是真正的安全的泡泡 翻开旅行医学杂志发表研究 提出六种旅游泡泡可能的策略 第一种允许所有人直接入境 或对所有入境旅客进行筛检 陈阳性旅客隔离七天后 踩到阴性才可以入境 十四天也是策略 也可以不做筛检 只是对所有人进行七天或十四天 强制性隔离 最后一种筛检入境旅客陈阳性 直接遣送回国 只允许阴性直接入境 那就免隔离 拼回经济 拼回观光 降级后的台湾尽管还不能松懈 但讨论与热度 一经朝海外旅游跨进一步 TB新闻 钟德荣成为越台北采访报道 法国意大利希腊 正在掀起反对绿色通行证的示威行动 反对用疫苗限制人民行动的自由 但反观台湾 其实也有专家开始提倡 推出台版的绿色通行者 国际观光景点 凯旋门挤满的不是游客 而是大批示威民众 香榭大道上与警方展开对峙 依法国官方估计 有超过16万人走上街头 不只法国 意大利 希腊也正掀起一波波抗议 而他们不满的 就是政府推出的绿色通行证 规定要施打疫苗 才能自由出入公共场所 镜头拉到英国 公园里民众野餐办活动 通通没戴口罩 政府宣布解封 但同样也有推出绿色护照 提升民众疫苗施打率 其实英国的年轻人 打疫苗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预计是说是从9月底才开始 在英国施打疫苗后就能获得接种证明 但要把疫苗打进年轻人里 似乎在欧洲各国都有难度 在英国法国这些欧美国家 要进到百货公司逛街 或者是电影院看电影都必须要出示一个绿色通行证 才能够进出 不过回到我们台湾 要进出这些场所的防疫措施 则是要扫一下QR Code 就能够追踪逐机 不过专家也建议可以结合更多的资讯 像是有没有施打过疫苗的证明 还有PCR快筛的证明 都可以放在里面 成为台版的绿色通行证 本土疫情趋缓 降为二级警戒 接下来景点商圈都要迎来人潮 专家强调可以将金保署 各大医院的旅用门诊资料整合连线 成为国内通行的门票 甚至可以运用在国际签证上 现在唐凤政委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要先把我们这个健康码 这个就是因为通行而必要的健康资料 都能够有效的电子化 那因为各个场所需求的不同 他读取的也不同 不管在国内或国外的这样的通行 绝对是必要的 所以政府应该要及早规划 而在降级之后 公托托婴中心的开放资格 也要有80%的工作人员 是打过疫苗 而这些资料都应该随时更新 才能查询 但指挥中心则认为 推台版健康通行证的时机还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打过疫苗的 并没有开放我们的检疫措施 那所以在有没有疫苗护照 对我们来讲 在目前 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做 我们本国相关的疫苗的护照 那WHO现在的建议说 希望透过大家双边的协议 然后去互相去认可 专家预估新冠病毒的威胁 恐怕不会消失 未来出国或是出入公共场所 除了出示护照身份证识别之外 接种疫苗的记录 恐怕也会成为 通行认证的项目之一 TVBS新闻联明 楼君台北采访不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